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当我歌第十次咬牙切齿地提到江直时,我忍不住了,不就一钉子护吗? 出钱不行,我出人。 当晚,我打听到江直和朋友在酒吧,我堵在酒吧出口。 为了演得不那么干,我给自己灌了一瓶啤酒。 我等啊等,等到快要睡着时,江直终于出来了。 打扮随意,举手投足间也性十足,尤其黑涕下肌肉线条粪账。 我看得小脸一黄,在他路过时及时伸手拽住他衣角。 哥哥,漆黑的夜,酒醉的我,以及眼角那么一点要落不落的眼泪。 这么破碎又楚楚动人的我,我不相信他不动心,带我回家好不好。 江直神色一顿,黑尘的眼底浮上几分审视。 长得帅就是好,在路边都有妹子主动送上门。 这妹子怪好看的,直哥,要不带回家吧? 闭嘴,江直视线从我白嫩的手上移到我脸上。 冷不丁的,我被她脸上冷傲的破人气势吓了一跳,不自觉松了手。 你妈有没有告诉你,漂亮女人最会骗人,别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说完面无表情地偏头离开,我咬牙,不甘心就这么算了。 起身追过去,谁晓得在路边蹲太久,腿抹了,一个踉呛直接摔了出去。 预料的疼痛没有袭来,江直伸手。 稳稳当当地把我接住。 男人手臂上脉络起伏,浑身上下充满着雄性荷尔蒙气息。 脉络起伏的手臂圈在我身上。 重度严控的我,鬼使神差,摸了摸他手臂上的青筋。 肌肉紧绷,线条流畅硬朗。 不知道T恤下的腹肌该是怎样的让人血脉分账。 我摸得正起劲,冷不丁,手腕被钻住。 对上一双似笑非笑的眼睛。 要不要脱了给你摸? 他眼神滚烫凌厉,我脸刷得红了。 尤其他朋友们还扯着嗓子打去。 妹妹,直哥肌肉硬,腹肌更硬,还有比腹肌更硬的。 玩笑开成这样,天生当事人一声不吭, 一脸顽味地盯着我,混得要命。 我面红耳赤,尤其夏日清凉,我穿得也清凉, 将只粗粒的腹脂攥着我柔弱无骨的手腕, 像带了滚烫的温度,烧得我脸火辣辣的。 害羞归害羞,正是要办。 我可没忘记,就是他,让我割月月都失眠。 让我家公司拿了地,却迟迟盖不了楼。 于是我反抓住他手。 那个虽然很离谱,可这是的的确确发生了。 说重点,傅城那个混蛋,渣男,他脚踏两条船, 他能找别人,我为什么不可以? 于是我就来了这里,刚好看你比较帅。 所以,傅城的女朋友,将只神色晦暗幽深。 我纠正,是钱。 看上我哪了? 我胡说八道。 你看上去比他能干? 行。 将只顽微一笑,宽厚温热的手掌勾着我腰, 不顾我轻微地站立,强势地把我带进他怀里。 我能不能干? 你很快就知道了。 我被将只带回了家。 城南一个即将被拆迁的城中村。 房子不算狠心,布局不好,装修也旧, 楼梯又窄又抖,墙上乱七八糟地画着涂鸦, 记着一串串号码,看上去脏兮兮的。 对比起家里的豪华装修大别墅, 这里好像倒退了三十年。 将只那群朋友和他一块住的, 没有多余的房间给我。 勾他的时候用, 这会看见客厅里散落的啤酒瓶子, 以及烟蒂, 我有种羊入虎口的感觉。 好在将只房间还算归整, 也没难闻的气味。 去洗澡, 我心重重一跳, 想起从我哥那里听到的将只的传言。 将只仗着一张好看的脸, 混得要命, 身后小姑娘无数。 他花心, 花样又多, 人送外号城南鼎扎。 太, 太快了吧。 将只已在门框上, 吊儿郎当地看着我。 让我带你回家, 进我房间, 你现在告诉我要和我盖着被子纯聊天, 被我兄弟知道, 我会被笑死。 我也不知道将只这么急色呀, 你给我点时间。 行, 将只进了浴室, 他浴室门是磨砂的, 隐约透露出他强壮有力的身材。 我盯得口干舌燥, 见他桌子上有电视, 直接开机。 一开机, 画面上一男一女正在进行不可描述的事, 尺度之大, 场面之刺激。 没等我关掉, 身后传来细血的声音, 口味挺独特。 我下得手一抖, 遥控器掉地上了。 抬眼, 将直浑身上下, 直裹了条浴巾。 肩膀宽厚, 手臂血管明显, 却不猙獰, 胸肌健硕, 却不识性感。 往下, 紧致结实的八块腹肌, 以及没入深处的人鱼线。 被盗报, 顶盗报, 我很可耻地起歹念了。 再看下去, 我可不保证不动你。 我哥说, 将直是细狗。 这浑身的荷尔蒙气息, 他是狼狗啊。 生平第一次遇到这么顶的男人, 我承认, 我被诱惑到了。 也不是不可以。 说完, 我敏锐的察觉, 落在我头顶的眼神沉了些。 耳边, 电视背景音更加放肆。 屋内气温节节攀升, 暧昧又危险。 呼得, 一阵清新的沐浴乳的清香袭来, 将直俯身, 双手撑在床边, 把我围在他怀里。 也兴十足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大着胆子和他回事, 只见他勾唇一笑, 撤了手。 我松了一口气, 却在下一刻, 后脑勺被人霸道地扣住。 将直身稳下来, 他果然晚得花, 稳计高超, 全程带着我。 许久, 他松开我, 粗力地副指 一下下妈撒着我红艳水润的唇瓣。 他眼底带着一簇簇火, 大有燎原的气势。 感觉好吗? 我脸红透, 拍掉他手, 嘴硬。 一般,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一声吼。 直哥, 你们睡了没, 毛子刚投平投错了。 关掉。 将直已经穿好衣服。 出去前, 他呼得在门口站顶。 到时候别哭。 将直把房间让给我了, 自己抱了被子去睡客厅。 他兄弟打去他是不是不行, 被他一脚踹进屋。 他好像和传闻中不太一样。 不过安全起见, 我反锁了门才去洗澡。 浴室里还有未退的水雾, 和将直身上的气息一模一样。 只是他怎么一块香皂洗全身啊? 太糙了。 精致女孩不能忍。 将直, 能不能帮我买屏幕浴露? 麻烦。 十五分钟后, 一瓶力士递了进来。 我沉默两秒, 很不好意思地开口, 还有洗发水和护发素。 将直跑了三趟后, 肉眼可见地暴躁, 一副你再敢有买的, 我就弄死你的不耐。 我到嘴边的睡衣两个字, 没敢说出口, 直指他的衣柜。 那能不能借我一件干净衬衣? 随便。 说完, 将直往沙发上一躺, 被子拽过脑袋, 一副不想搭理人的样子。 等我洗完, 看着地上的脏衣服。 纠结三秒, 我抱着出去了。 将直, 沙发上的人一脸麻木地盯着我。 大小街, 还有什么吩咐? 洗衣机在哪儿? 将直随手一指, 院子里有一个双缸洗衣机, 乱七八糟丢着男生衣服, 更夸张的, 还夹杂了几条内裤, 几双袜子。 脏。 服了, 将直起身, 翻出袋洗衣粉丢给我, 手洗。 我没洗过, 在家都是保姆洗的。 将直直接气笑了, 你别不是指望我给你洗吧? 可以吗? 你还真敢说? 可不惜我明天穿什么? 那就不穿。 我呕了一声, 垂下眼打算回去, 将直起身一把接过。 你是我祖宗? 不得不说, 将直这人脾气虽不好, 可是事有着落。 我随口一提, 床太硬了, 他嫌我娇气, 可第二天, 却买回来新垫子。 我早餐不凑合, 这人嘴上说, 饿死我算了, 第二天不睡懒觉, 早起给我做早餐。 我胆子被他纵得渐渐大起来。 在他打游戏时, 我戳了戳他手臂, 好呛, 戒烟好不好。 他抬头看我一眼, 行啊, 亲我一口, 就戒。 我凑过去亲了他一口。 他神色有一瞬间地愣着, 我趁机在他嘴里塞了颗糖, 不准耍赖。 他冰着我看了很久, 笑了, 一颗糖可不够。 那你想, 滚烫的稳落下, 功成略地, 我瘫在他怀里, 心脏快地要蹦出胸腔。 正亲着, 手机铃声响了, 是我哥的电话。 手机屏幕上明晃晃的五个大字, 复成大傻逼。 我吓了一跳, 急忙摁掉, 那边又打, 不接, 都分了有什么好接的。 未表真心, 我还把我哥拉黑了, 可将直那双丸位的眼, 好像能看穿一切。 我心虚地挽住他胳膊, 我在家无聊, 和你一块去你干活的地方, 看看好不好。 将直带我去了。 他和他兄弟一块开了家车行, 生意还行。 一个下午, 他都没顾上我。 倒是我, 偷拍了好几张他认真工作的照片。 等最后一个客人离开, 我小跑过去, 将直眉头一皱, 和我拉开距离。 脏, 我不嫌。 温叔, 将直眼神幽暗, 看见了, 我就一修车工, 没前途没未来, 一身污脏, 确定要跟我。 我心说你一个顶扎, 还搞得像真坛了一样, 怪不得那些女生, 迷你迷得要死。 这有什么不确定的? 你难道会饿着我? 他逆光站着, 眼底里有光闪动, 将直笑了。 过来, 我乖乖过去。 他逼头凝着我, 幽深眼眸里全是不加掩饰的情绪, 好像真的很爱我的样子。 今晚, 可以吗? 我不知道怎么和江直回的家。 路过药店时, 他进去了一趟, 买什么不言而喻。 真的面临这事时, 我发现我居然没有不情愿。 更多的却是忐忑。 我不算骗他感情吧, 他自己就一扎, 他有过那么多小姑娘呢, 多我一个也没什么吧。 我看上他肉体, 他也是, 你请我愿, 谁都不欠谁。 这样一想, 我心里好受多了。 我只是没想到, 江直这么忙。 太忙了, 疼得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一向随性散漫的江直头一次慌神了, 停下动作满眼心疼地看着我。 我不动了, 好点了吗? 你技术好差, 以前那些女生不嫌你吗? 江直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什么女生? 你别告诉我你是第一次。 我他妈, 不然呢? 都人身攻击了。 怪我。 他把我抱在桌子上, 细密地吻沿着身体曲线一路往下。 我看见他眼神忽然会暗到极致。 他哑声, 想不想体会人间极乐? 江直粗利的手掌掐着我的腰, 毛子上染上失控的玉色。 乖, 放松。 我想起我看过暴风雨来临前的海。 海浪汹涌而来, 一遍遍猛烈地拍打着潮湿的礁石, 激起层层白色泡沫, 直到风雨停歇。 两个小时后, 我累得眼睛都睁不开, 软绵绵躺在他怀里。 江直完全没有睡意, 把玩着我手指时不时稳稳。 我以为傅城比我君子。 嘀嘀咕咕影响人睡觉。 我一巴掌呼过去。 安静了三秒, 江直笑了声。 还挺爽。 不知道过了多久, 低沉有力的声音穿透梦境。 温书我会负责。 男人床上的话, 我知道, 不能信。 第二天我醒来, 江直破天荒地在家。 昨晚的衣服他洗了, 晾在顶楼。 我一路跟着他下楼, 打量着房子, 找话题。 我看邻居们都搬得差不多了, 我们什么时候搬呀? 还早。 我敏锐地感觉到, 提到搬迁时, 江直兴致不高, 身上那股破人的冷意 一下子冒出头。 为什么呀? 一般合同早签了, 公司也会有安置房, 是没谈妥吗? 我没签合同。 为什么呀? 江直给我倒了杯牛奶, 没说话。 傅城那个人吧, 抠是真抠, 可人品没话说, 我之前在他公司看过, 分的房子, 还有拆迁款都没问题。 江直, 这样拖着也不是法子, 再说, 这里我有点住不习惯, 要不我们这周找他签合同, 搬家吧。 砰的一声, 牛奶杯重重, 搁在我面前桌子上。 江直眼神, 又冷又有压迫感。 温大小街要是住不惯城中村, 大可以去找复城, 他有的是别墅。 我和江直冷战了, 他似是刻意避开我, 早出晚归, 我看见他的次数很少。 每一次见, 他都黑沉着一张脸, 我想要求和的话到嘴边, 没说出来。 还是他兄弟来劝, 嫂子, 我们都知道你是好心, 不过老大和复城的事, 你别掺和。 老大那个人吧, 嘴硬心软, 和你吵架, 他也难受, 他在车行都不说话, 兄弟们这几日都憋得不行。 江直为什么不愿意签合同搬签? 你就别问了, 要怪就怪复城那条狗。 下午, 我打算去车行一趟。 刚出门, 一辆拉风的摩托车停在门口, 头盔摘下, 露出女生精致的脸。 他胯下车, 一脸叹咎地盯着我。 你就是阿芷女朋友? 挺漂亮, 雨淼, 他们都喊我姐, 你跟着他们一样, 喊就行。 说完顾字往里走, 熟忍得像回自己家一样。 等到他拎着东西上楼, 我还没来得及阻止, 他已经推开房间门。 等他看见房间里挂在一起的男女衣服, 还有梳妆台上, 凌乱地丢着几何用过的套, 他眼神暗了暗。 阿芷从不让女生睡他房间的, 居然带你来了, 看来对你挺上心。 里面有给阿芷买的衣服, 还有给其他人的礼物, 我不知道你在, 没买你的, 下次给你补上。 说完, 把手提袋塞我手里。 不过, 雨淼下了台阶几步, 忽然扭头问我, 听说你是复城前女友, 撒一个谎, 就要用一百个来源。 对, 他眼底略过一抹怪异, 那你知道, 阿芷和傅成是大学同学吗? 我哥和江芷, 大学同学。 只可惜, 后来阿芷退学不读了。 为什么? 我震惊。 阿芷没告诉你吗? 雨淼惊讶之余有些尴尬。 抱歉, 你们都同居了, 我以为她会和你说。 江芷什么都没说, 不过你也别在意, 她性子向来如此, 和不在意的人, 是没什么好说的。 我从没遇见过这样的女生, 看似大大咧咧好说话, 实际上每一句都在暗示自己, 和江芷有多熟, 提醒我和江芷感情有多脆弱。 正牌女朋友算什么, 对她还不是一无所知, 比不上多年的好朋友。 我心里像堵了一团棉花, 闷闷的, 难受。 我没去车行, 去了酒吧, 几杯下肚, 终于畅快了些。 我拨通闺蜜电话, 问你个事, 就和我关系挺好一男生, 他有个关系也挺好的女生, 我非常不爽这女生, 这是为什么? 还能是什么? 你坠入爱河吃醋了, 你胡说, 我啪的一声挂掉电话, 我怎么可能喜欢上江芷? 我怎么可能吃醋? 我怎么, 我怎么不可能喜欢上江芷? 他娘的她哪哪都和我心意, 连和她做那种事都爽得要命。 天杀的渣男, 正好江芷电话打了进来, 今天雨淼去家里了。 好好好, 吵架这么久, 一句话都不肯说, 现在打来电话, 第一句话就是问她的老情人。 我酸到没边了, 来了, 给你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买了一套衣服, 你要不要试试合不合身? 对方顿了两秒, 你喝酒了, 少管我, 乖, 告诉我地址, 怎么着, 对我美好脸色, 雨淼一回来, 提气就好了, 我是不是爱着你俩了? 温叔, 将纸咬牙, 好好说话, 我就不。 阿纸, 问到了吗? 温妹妹在哪个酒吧? 温柔的女声传来, 我整个人愣在原地, 回神, 也不知道在慌什么, 啪的一声挂掉电话, 直接关机, 我甚至都觉得我刚才捏酸吃醋的行为荒唐可笑, 我截了账, 匆匆离开, 将纸那我不想回去, 现在只能回家, 只是喝太多酒, 看哪儿都重影, 最后, 我抱着电线杆子吐得一塌糊涂, 软绵绵坐在地上时, 被人接住, 不会喝酒, 逞什么呢? 喝点水, 是僵直, 我没动, 瞟了瞟四周, 见只有他一人, 问, 他呢? 谁? 于渺, 关他什么事? 我一想起, 于渺知道他那么多事, 我明明是他女朋友, 可像个傻逼一样, 什么都不知道, 被人挑衅到那种地步, 你喜欢他吗? 老子只爱你一个, 我愣了愣, 将信将疑, 可你的事从不告诉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将纸拧开瓶盖, 为我喝了点水, 温书, 讲讲道理, 你的事告诉过我了, 我不也没问, 我, 我一开始骗他, 我是孤儿, 无父无母, 机缘巧合, 认识了傅成, 和他谈了两年, 结果他劈腿甩了我, 除此之外, 我什么都没说, 而且, 我告诉他, 关于我的事, 全是假的, 他虽然没说, 可也没胡编乱造骗我, 对比起来, 我简直就是个 十恶不赦骗人感情的渣女, 我, 有什么话等你清醒了再说, 将直背着我, 楼紧, 他被宽厚又温暖, 我脸贴上去, 小声问, 将直, 做吗? 我和将直和好了, 那日后, 像打开了他身上某处开关, 很不节制, 又浑又坏, 可偏偏他身上那骨子野尽, 又招人得很, 我没忍住, 没和他少探讨人类起源的真谛, 没修没臊的日子过多了, 我惊悚地发现, 我大姨妈没来, 像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去药店买清火茶时, 店员给我凑单, 顺手塞了几根厌运棒, 鬼使神差的, 我拎着厌运棒进了卫生间, 等看见上面逐渐清晰的两条杠时, 我整个人都傻了, 我俩全程有做错事啊, 都能有, 正当我不知所措时, 卫生间门被推开了, 我藏都来不及藏, 将直垂谋, 接过我手里的厌运棒, 猴姐滚动, 将直, 别怕他把我抱在怀里, 低声安抚, 你选个日子, 我们去把证领了, 领,领证, 不想领证, 不是, 我就是觉得太突然了, 而且, 如果因为孩子领证, 以后, 温叔, 将直垂谋看我, 黑尘目光, 带着看穿人心的压迫感, 是什么, 让你误会了吗? 啊, 我说过只有你一个, 只爱你的话, 你压根没信, 我沉默, 将直呼得自嘲一笑, 我在你心里就那样, 不是, 我不是什么人都带回家, 也不是什么人, 我都要和他领证的, 因为是你, 也只有你, 明白吗? 所以, 传言都是假的, 本以为搞了个顶渣, 没想到是个纯的, 两相对比, 我罪恶感更深了, 一直战怨礼不晒吗? 上楼睡会儿, 我出去办点事, 我拽住他衣角, 那你快点回来, 我有些话想和你说, 都到这份上了, 我想和他坦白, 我们之间的婚姻, 不能建立在不明不白的基础上, 不过没等来将直, 倒等到他那个叫毛子的兄弟先回家, 嫂子, 听直哥说你们要结婚? 对, 可直哥也太心急了, 你又不是有了, 他都和傅城拉拒了这么久, 也不差最后几日, 犯得着今天就跑去找傅城签合同吗? 嫂子你劝劝他吧? 你说, 将直找傅城签拆签合同了? 对啊, 那不是挺好的, 早晚都要签, 总不能真的当钉子户吧? 嫂子你不知道, 傅城那孙子, 把将奶奶骨灰给养了, 连句道歉都没有, 就这, 直哥能和他签合同吗? 脑子里嗡的一声, 一片空白, 你一定弄错了, 我, 傅城不会干这种事的, 嫂子我知道你和傅城谈过, 可这是我亲眼看见, 再说, 以直哥的为人, 如果不是触及他底线, 他不会咄咄逼人, 将直兄弟平时看着虽不着调, 可人品都是过得去的, 不会乱说, 我脑子里乱极了, 这些日子的相处, 将直对我的好, 对朋友的重情义, 点点滴滴都印在我脑海里, 傅城如果真干出这种缺大德的事, 那么就是傅家欠将直的, 要换成是我, 我直接把合同拍他脸上, 把他公司都给掀了, 而将直, 可能原本在等一个道歉, 一直不肯向我哥低头, 眼看着就要成功了, 可关键时刻, 因为我, 他去找我哥了, 我后背经出一身冷汗, 小腹脚痛, 扭头进了卫生间, 等看清裤子上的血迹, 我第一反应是动了胎气, 可这种疼又有些熟悉, 像是姨妈痛, 我打算再测一遍, 翻出测运试纸, 明晃晃排卵试纸几个大字, 粉色的, 和我早上测的一模一样, 我急忙从垃圾桶里, 翻出早上测过的试纸包装, 排卵试纸, 我弄错了, 我没有怀孕, 事情巧得玄幻, 连我这个当事人都觉得离谱, 如果将直签了合同回来知道, 他会不会觉得这是一场骗局, 我不敢深想, 急忙给将直打电话, 他手机关机, 我又给我哥打, 他没接, 出去时, 于淼拎着一个食盒到门口, 阿直让我给你送些吃的, 我心急如焚, 哪顾得上他, 在门口拦了辆车, 直奔公司, 一路上, 我都祈祷将直没和我哥签合同, 到公司, 我坐我哥的专属电梯上的楼, 我在办公室门口听了半天, 没声音, 轻轻推开, 只见我哥一人, 我松了口气, 推门而入, 将直来过梅, 你消息倒是快, 诺, 刚签的合同, 新鲜的, 我哥看上去心情很好, 说来也怪, 将直居然主动找上门签合同, 甚至我提出赔付的钱比之前少一成, 他都愿意,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搞大了谁的肚子, 着急善后, 早知如此, 当初硬气给谁看, 傅成, 我气得冲我哥喊, 你成人之威, 你要不要脸呢? 你吼什么? 什么叫我成人之威? 因为他, 功期延误, 我只让他让一成已经给他面子了, 等等, 你之前不是还和我一块骂他名蛮不灵吗? 你现在怎么帮他说上话了? 我太了解我哥了, 要是我和他说不出一个正当的缘由, 他绝对不会听我的, 我看你整天因为他的事愁眉苦脸, 所以, 我去找他, 和他相处了一段日子, 草, 我哥, 惊得直接从办公桌后翻出来, 上上下下地打量我, 他把你肚子搞大了? 没有, 这是一时半会解释不清, 我也没有怀孕, 总之, 江植是个很好很好的人, 你立刻马上给他打电话, 重新和他签合同, 你不能这么欺负他, 你为了让他和我签合同, 欺骗他感情了, 话虽然难听, 可是就是这么个事, 你和他睡? 没有, 其他事我哥都能知道, 就这是不能, 他能去杀人, 好好好, 你可真是为了我解决一个大难题, 说吧, 想要什么? 出国游还是别墅, 再不然我车库里的车任你挑, 你先给他打电话, 不用打, 人在你身后, 我猛地转身, 江植就站在离我不到一米的地方, 看惯了他平时温和宠溺的眉眼, 如今他疏离冷漠的样子, 让我打了个寒战, 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东西离我而去, 所以江植满眼嘲弄, 你来到我身边, 是为了他, 一开始是, 后来, 你苦心孤意, 只是为了让我签下那份合同, 好让富士项目顺利进行, 我眼眶红得厉害, 想要靠近, 可却被他冷漠的眼神逼挺, 温叔, 江植笑了, 黑尘眼底透不出一丝光, 玩弄别人感情, 爽吗? 不是这样的, 我听我解释, 不用了, 他吃了生, 连怀孕都是假的, 你还有哪句话是真的? 江植没给我任何解释的机会, 我甚至没追上他, 他不接我电话, 不回短信, 我去了他家, 没人, 去了车行, 他避而不见, 就这样僵持了一个星期左右, 我再去, 发现车行关了门, 僵直也搬了家, 他是真的, 不要我了, 我打算离开时, 鱼鸟出现了, 别找了, 他不会再见你了, 我不信, 你能不能告诉我, 他在哪儿? 温叔, 你知道江植拿到拆迁款第一件事, 原本是想带你买房吗? 你又知道, 江植一开始的打算, 是用拆迁款创业吗? 我心重重一颤, 他是他奶奶养大的, 傅城干出那种事, 你居然帮着他骗阿植签合同, 你只会拖累他, 让他痛苦挣扎, 温叔, 他现在慢慢剥离出你们那段感情了, 我摇摇头, 不管怎样, 我都要找到他, 亲口和他说, 如果, 我和他在一起了呢? 我不可置信地看向他, 很久, 才颤抖着手接过手机, 聊天页面停留在 他和江植的, 抱歉, 昨晚喝醉了酒, 我会负责, 如果你愿意, 就在一起, 其实是我舍不得推开你, 可就这么在一起, 他怎么办? 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罢了, 我和他, 不可能, 你不后悔就行, 眼泪一滴滴砸下, 过去我和江植有多甜蜜, 现在刀子扎在身上就有多痛, 他是真的恨了我, 再也不愿意见我, 江植没对不起你过, 温书就当你行行好, 放过他, 离开吧, 我知道, 我临了一身雨回的家, 我哥看见我, 连忙把我推进浴室, 怎么弄成这样, 是不是江? 哥? 我抱住我哥,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和江植分手了, 他不要我了, 分手就分手, 下一个更好, 可是我只喜欢他, 他为什么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 为什么呀, 我真的很喜欢他, 我都想好要和他结婚的, 哭了很久, 哭累了, 我声音渐渐弱了下来, 先去洗个澡, 我哥满眼心疼, 真要那么喜欢, 我去找他, 绑也把人给你绑来, 不要, 我拦住我哥, 我不想勉强, 我哥嘴唇动了动, 最终没说什么, 我在家躺了三天, 最终决定出国, 出国前, 我找到了于淼, 给了他一张卡, 以三倍的价钱, 补偿了我哥合同里, 缺了僵值的那份, 我不知道怎么弥补对他的亏欠, 只是如果他真打算创业, 这笔钱他可能会需要, 出国后, 我换了手机卡, 注销了微信, 天南地北的旅游, 好几次我哥找我, 我都在信号极差的山里攀岩, 这三年, 我没有刻意打听将职消息, 直到我哥告诉我, 将职要结婚了, 人都要结婚了, 你还要躲到什么时候, 赶紧回来帮我, 下周回, 原本我也打算回国了, 日子飞快, 回国当天, 本该来接我的我哥, 放了我鸽子, 我拿出手机打车, 不经意被面前广告牌吸引住目光, W S公司, 旁边是三年不见, 变得越发沉稳的男人的照片, 我以为我早就免疫, 再次见到, 心底还是猝不及防地为他泛起涟漪, 嫂, 嫂子, 熟悉又陌生的声音传来, 我扭头, 待看见离我不到三米的地方站着的僵直时, 心脏狠狠一跳, 呼吸都清了, 男人眼神伶俐, 黑尘的眼底像是漠然, 又像是嘲弄, 我不敢再和他对视, 慌忙挪开眼, 他身边是昔日他的兄弟, 真是你呀嫂, 毛子看了眼僵直脸色, 当下改口, 温小姐, 你在等车吗? 对, 这个时候不好打, 坐我们车走吧, 不用, 上车, 僵直说完这句话, 大不离开, 他声音清冷又低沉, 在风中很快消散, 我几乎以为是我幻听了, 我犹豫了会儿, 不做反而显得我多在意 和他的是一样, 硬着头皮跟过去, 我瞄准了副驾驶, 谁想到毛子一屁股扎进去, 我只能和僵直坐在后排, 车子驶出去, 车厢内安静异常, 僵直存在感太强, 我浑身不自在, 索性垂眸玩手机, 热搜上挂着新晋黑马科技公司 W.S.老板即将结婚的消息, 这些年, 我没有刻意打听僵直的消息, 不过从我哥嘴里, 我还是知道不少, 尤其俩人都在一个圈子, 免不了打交道, 昔日城南顶扎, 以可怕的速度成长, 成为锋芒毕露的商界新贵, 当然, 我哥没少吐槽, 他公司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起来, 一大半是因为他那张脸, 臭不要脸的, 每次上热搜都是精准营销, 谁他妈热搜照片, 随手一拍拍成精修图的样子, 心机狗, 失神瞬间, 我无意间点进热搜自带的视频, 清晰的声音在车厢里回荡, 我人都傻了, 分手三年坐上前男友的车, 又当着他的面播放他即将要结婚的视频, 怎么看都居心叵测, 我急忙调下音量, 摁错了, 音量反而更大了, 我尴尬得满脸通红, 慌忙退出, 与此同时, 耳边传来一声轻痴, 似嘲弄, 又似闲雾, 我心沉了沉, 扭头看着窗外掠过去的风景, 许是坐飞机太累了, 不知不觉睡着了, 等醒来, 四周一片昏暗, 我动了动身子, 身上西装外套滑落下去, 是将直身上穿的那件, 我猛地直起身子, 看向车外, 将直只穿了件衬衫, 袖子卷到小臂, 露出线条流畅的肌肉, 他驱腿靠在车身上, 手里加了一根烟, 灯光把他脸分割成半明半暗的两部分, 辨不出情绪, 我拿了外套下车, 江总, 话落, 将直撩着眼皮看我, 压迫感很强, 谢谢你的衣服, 还有, 送我回来, 江直接过外套, 声音冷沉, 温小姐谢人, 一向都只是口头表示吗? 那改天, 我请江总, 吃饭两个字没说完, 我哥电话打来了, 手机里给你发了个位置, 这个点吃过饭了吧? 开车来接我, 你去应酬干嘛让我接? 自己打车, 挡桃花? 行, 知道了, 我会去, 电话挂掉, 我敏锐地察觉到温度似乎下降了些, 我还有事, 话没说完, 手腕被江直往他方向狠狠一拽, 我撞入一个坚硬温暖的怀抱, 却又在下一刻, 被人粗鲁地吊转身子, 摁在车身上, 江直那双没有波澜的黑尘眼睛此时蓄满了难辨的情绪, 他低头, 强势地吻了下来, 狠淡的烟味伴随着他身上轻烈的香气一块撞进来,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在那片柔软撬开唇齿时, 脑海里呼地想到什么, 我急忙去推他, 双手却被擒住, 带着几乎要捏碎我的力度, 反扣在身后, 我心中酸涩的厉害, 连身子都在颤抖, 钳制住我的人身影江柱, 等他看清我眼角的泪水, 眼底浮上一抹嘲讽, 温书, 我们从没有两清, 你欠我的, 和江植车外那一场, 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甚至忘了去接我哥, 等我哥带着满脸伤回来, 我吓了一跳, 你不是应酬去了吗? 怎么弄成这样, 你同时谈八个女朋友, 被发现了, 我就扶了人女生一把, 江植像风了一样, 冲过来就打我, 和他打了一架, 我赢了, 我想起江植西装下血脉分张的身材, 没揭穿我哥, 找出点符酒精, 你俩以前也打, 不至于, 你轻点, 我哥嗷嗷喊疼, 没喊几下, 看向我, 一脸心虚, 其实江植这人挺好的, 我哥有多不待见江植我是知道的, 尤其江植公司有了起色, 两人正式成为商业对手, 他没少骂江植抢他项目, 他把你打傻了? 我说真的, 换别人, 还真做不出他这一手成绩, 你不知道, 他这些年变了很多, 尤其你出国第一年, 他差点, 哥, 我打断他的话, 摁下心底阴江植泛起的连衣, 他要结婚了, 他怎么样, 都和我无关, 行, 正好, 我选了几个和你家世年纪都差不多的, 改天你去见见, 我回去了, 你早点休息, 还有, 明天来公司报道, 第二天, 我去相亲, 看着左三个右三个, 给我哥发了三个, 高效率相亲, 淡定, 只是没想到, 江植也在这家餐厅, 他略带压迫感的视线略过来, 我莫名心虚, 就听见坐我对面的相亲男生和他打招呼, 江总, 幸会幸会, 你一个人吗, 要不进来一块坐, 我以为江植会拒绝, 没想到他答应了, 还偏偏坐在我对面位置, 于是, 好好一场相亲宴, 变成了商业攀谈会, 一个小时后, 几个男生才想起我, 抱歉, 我们是来相亲的, 我们把温小姐给忘了, 所有人视线落在我身上, 我尴尬得要命, 没事, 你们继续, 同时和六个男生相亲, 对面的男人意味深长地盯着我, 第一次见, 挺稀奇, 不介意, 我旁听吧, 他当时上课, 还旁听, 不介意不介意, 江总尽管听, 于是我开始了煎熬的相亲, 我哥说的没错, 果然是高效率, 各自认识, 交换了兴趣爱好后, 六个人, 只留下一个, 对方是个彬彬有礼的男生, 温小姐, 我很早就知道你了, 今日一见, 真人比照片更好看, 我刚看见你就很喜欢, 要不, 我们试着相处相处, 砰的一声, 杯子摔在地, 抱歉, 手滑, 你们继续, 僵直眼神淡淡, 这种情况, 还怎么继续下去, 周先生, 我们去旁边公园走走吧, 好, 我先去开车, 江总, 下次有机会再聊, 说完起身出去了, 等没人, 我望向将直, 我知道他是故意的, 他还记恨我当初骗他的事, 江总, 当初的事, 我欠你一句对不起, 今天补杀, 我朝他鞠了个躬, 我听说你快要结婚了, 我也有想试着相处的对象, 江总也不希望, 明天的热搜, 是我和你的绯闻吧, 有想试着相处的对象, 江直骨子里那点也全部被勾了出来, 他吗? 江总, 我还有事, 再见, 江直侯杰滚了滚, 在我打开包厢门后, 他大步走来, 空住门, 反手一摁, 把门关上, 我整个人被他圈在怀里, 他高大的身躯笼在我上方, 强势又霸道, 相处, 然后呢? 和他谈恋爱, 结婚, 像跟我一样, 和他上床, 江直, 你想都不要想, 细密地吻杂下, 我被迫扬起脖梗, 我挣扎得厉害, 却被他死死扣着, 他没有收敛, 力气大的吓人, 你忘了你要结婚了吗? 那又如何? 他眼底脆满了寒霜, 带着恨意, 又凶又狠地吻上来, 我和江直最终不欢而散, 几天后, 我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 嫂子, 是我, 毛子, 直哥在医院, 你能来看看他吗? 我心脏被刺了一下, 克制住本能的担忧, 我和他早就分手了, 再说, 你应该去找医生, 那天, 直哥在机场遇见你后, 整个人就不对劲, 上周三, 他独自开车回来, 出了车祸, 我心瞬间揪了起来, 上周三, 不就是我相亲遇见他的日子吗? 地址给我, 从公司到医院, 一个小时的车程, 四十分钟我就赶到了, 毛子正在劝江直吃饭, 病房上的人颓然又不耐, 嫂子, 毛子看见我, 眼睛一亮, 把手里的粥塞进我手里, 我去办出院手续, 诶, 病房里只剩下我和江直, 看着还算精神, 应该伤得不重, 僵持了会儿, 我拽了把椅子坐在床边, 把粥递过去, 吃了吧, 好得快, 你在意吗? 江直扯唇, 眼底纠缠着一股风劲, 温叔, 我的死活, 你在意吗? 怎么会不在乎啊? 我险些落泪, 可还是忍住了, 好歹相识一场, 你要是出什么事, 我还是挺难过的, 只是难过吗? 江直呼地攥住我手, 摁在他心口, 那你知道, 我差点, 他黑沉眸色顿住, 岔开话题, 既然想两清, 为什么还要来? 我, 身体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拽过去, 我几乎坐在江直怀里, 滚烫的气息笼在身后, 他低哑着嗓子, 来了, 就别想再逃, 江直, 你放开我, 不放, 他双手越过我双臂, 把我抱在怀中, 结婚是真, 他声音轻到不可闻, 可没有结婚对象, 从始至终, 我想取的, 只有你一人, 五百万就想撇清, 江直吃了一生, 温叔, 你好狠, 我心乱糟糟的, 诸多情绪交织, 复杂极了, 我推开他, 见他颓然地靠在床头, 眉眼处清了一片, 手臂和腰腹, 缠着厚厚的绷带, 我心疼, 却克制住了, 你说我狠, 那你呢? 你和于淼在一起了, 天知道我怀着怎样的心情去得国外, 飞机上哭了又哭, 吓得空姐以为我要轻生, 后来又大病一场, 江直神色有一瞬间地愣着, 于淼姐, 时至今日, 我都还记得当初的酸色, 是啊, 他给我看过你们的聊天记录, 事到如今, 也没什么不能说的, 我把当初看到的给他复述了一遍, 说完, 眼眶红了, 我没和他说过那样的话, 江直脸色阴沉, 顿了片刻, 他拿起柜子上的手机, 拨了个电话出去, 对方很快接通, 江直开得阔音, 阿直, 怎么了? 当初温叔出国前, 你是不是找过他, 手机那边沉默了很久, 是, 我让他放过你, 微信聊天记录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仅凭我一张嘴, 他不会听我的, 那时我也存了私心, 所以, 伪造了一份聊天记录, 于苗姐, 当初你四处辗转, 帮兄弟们租到车行, 这些年, 这些年, 我也没少帮你们一家, 以后不必来往了, 电话挂断, 江直看着我, 还有想问的吗? 很多, 可又不知道从何开口, 你伤, 严重吗? 还以为你不会问, 小伤, 毛子说我太累, 非要让我住几天, 我轻轻点头, 所以, 还是我欠了他呀, 五年前对他的亏欠, 在今天具象化, 巨大的内疚压得我喘不过起来, 江直, 你是不是很恨我呀? 是啊, 我恨你, 可我又想你想得要命, 我猛地抬眼看向他, 就在这时, 毛子回来了, 探进来一颗脑袋, 执哥, 嫂子, 打断一下, 车在外面等着了, 要不你俩回家再聊, 我和江直回去了, 林湖一套平层, 寸土寸金, 毛子把东西放进屋就溜了, 溜之前告诉了我一些事, 嫂子, 当初执哥找傅成签合同, 他是打算拿到拆迁款, 就带你买婚房的, 他连求婚戒指都买好了, 谁想到, 你要是还喜欢他, 就和他好好在一起, 你要是不喜欢他, 就别给他希望, 还有, 当初执哥以为你死了, 他差点也活不下去, 等等, 谁死了? 关上门进屋, 将直进了书房, 我纠结两秒, 敲门, 他抬眼看过来, 我被他滚烫直白的眼神, 看得无所适从, 连原本要问他的话也忘了, 你刚出院, 有什么事明天再处理吧, 很重要的一份文件, 等不到明天, 说完, 顿了片刻, 左拐是主卧, 要是困了, 先睡, 主, 主卧, 我有些拿捏不准, 我和姜直现在算什么, 没和好, 可关系又没那么糟, 可相处起来, 又有些尴尬, 他应该还在生气, 我去了厨房, 冰箱里空空荡荡, 下单了一些菜品, 等菜途中, 我进了客房, 打算洗把脸, 刚拧开水, 门忽然开了, 本该在书房的姜直 站在我面前, 他黑沉眼眸中的慌乱, 在看见我骤然消失, 怎么了? 姜直定定地看了我很久, 呼地, 把我摁到浴室墙上, 我手臂碰到花洒开关, 冷水落在身上, 我本能地打了个寒颤, 姜直伸手, 却没关花洒, 反掉了一个方向, 水温温和, 玻璃门雾蒙蒙一片, 明天去领证, 我睁大眼, 可, 姜直吻下来, 温叔, 你欠我的, 我不准你拒绝, 说完身子被翻过, 被姜直强硬地摁在浴室墙上, 他咬住我脖梗, 给你三分钟时间反悔, 要么结婚, 要么老死不相往来, 我到底还是舍不得他, 气息不稳地回应, 结, 结婚, 我敏锐地察觉, 身后的人失控了, 我扭头, 却被姜直死死抵住, 他带着狠劲, 小骗子, 我没有, 有, 过了会儿, 我感觉到警侧一凉, 震惊地想, 姜直居然落泪了, 就听见他哑到极致的声音, 还死顿骗我, 不是死了吗? 说, 我和傅城, 谁比较强, 我没想到时至今日, 将直还不知道, 我和傅城的关系, 难怪每次只要提到傅城, 他都像被踩了尾巴的老虎, 到底不舍得, 冲上云端那一瞬间, 我哑声开口, 傅城, 是我哥, 亲哥, 我跟我妈姓, 身上人动作一僵, 眼底那骨子封尽, 一点点趋于平静, 温柔, 却更磨人了, 一场荒唐事折腾到半夜, 姜直高烧不退, 我为了他退烧药, 等他睡着, 才捏手捏脚地关上门出去, 到阳台, 我拿出手机, 拨通傅城私人手机, 想很久, 才接, 温叔, 你最好有重要的事, 你想出的死顿的主意, 骗姜直, 磕磕, 天地良心, 我只是想断了他念想, 是姜直自己想多理解错了, 我哪想到那小子对你那么痴情, 居然玩殉情, 我不是第一时间赶去医院, 和他成亲了吗? 傅城, 我快被气炸了, 你现在和他在一起? 我没和我哥多说, 殉情, 我心情沉到谷底, 我从姜直酒柜捞了一瓶白马, 坐在阳台上一口口喝, 我回忆我和姜直的过往, 自虐般地一遍遍回想那两个字, 浓浓的愧疚和后怕聋着我, 傻子, 大半夜不睡, 躲在这偷喝我的酒, 看来, 还有力气, 姜直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俯身, 把我抱回主卧, 我伸手探了探他额头, 稍退了很多, 姜直, 我掀开被子一脚, 你躺上来, 姜直站着不动, 我把他拽了上来, 想靠在他怀里, 又记着他身上的伤, 只好和他实质紧扣, 对不起, 我垂谋, 我当初只是想帮哥哥解决难题, 以为你是渣男, 没想后果, 后来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 我想和你坦白的, 还有, 我也没有假怀孕骗你, 店员给我塞了排卵测试棒, 我以为是厌孕棒, 我第一次遇到那种事, 慌了, 我没注意看, 我是真的想和你结婚的, 我不知道复诚那么过分, 撒了你奶奶骨灰, 如果我一开始知道, 我就不会骗你, 那天我去找你了, 没找到, 我给你打了很多电话, 你也没接, 雨淼又给我看了聊天记录, 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别哭了, 姜直替我擦去眼泪, 我慌忙抓住他手, 你是不是还恨我, 还生我气, 没有, 你撒谎, 你以前不会那么凶的, 你, 我有些没脸说, 温叔, 将只摁住我手, 往下待, 我是个正常的男人, 五年没见, 你指望我有多少理智, 我脸瞬间占红, 是生你气, 气你不信我, 气你就那么出了国, 叔叔, 那时候的我, 拿不到每千, 我连去见你一面都做不到, 我和姜直领证了, 我当初给了他五百万, 如今, 他投桃报李, 给了我他全部身家, 姜直把我送回家, 去了公司, 我给我哥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和我姜直结婚的事, 本以为我哥会过激, 没想到他情绪出人意料的温和, 你就这么和他领证了, 戒指, 三金, 彩礼呢? 他全部身家都给我了, 当初我给他五百万, 如今, 他把全部身家给我, 我哥沉默了一会儿, 喊上姜直, 晚上回家一块吃顿饭吧, 行, 哥, 姜奶奶的事, 你和她道个歉吧, 知道了, 才结婚, 哥不走就往外拐, 晚上姜直, 和我一块回家, 一进客厅, 就看见我哥系着围裙, 端着菜, 从厨房出来, 我不可知信地瞪大眼, 看着他盘子里黑乎乎一盘, 你要堵死谁, 不吃滚楼上, 落座, 我看着我哥给姜直加的菜, 没忍住, 也给他加了一碗, 他瞪了我一眼, 去买瓶醋, 好端端地买醋干嘛, 去吧, 刚不是说想吃零食吗, 两个人都想支开我, 行, 我出去带上门, 耳朵刚贴在门上, 就传来我哥的声音, 还不去, 我撇撇嘴, 大步跑向门外, 绕了一个圈, 趴在窗子边偷看, 客厅里, 姜直和我哥沉默了很久, 还是姜直开了酒, 给俩人倒满, 俩人也不说话, 默默干了一杯, 这一杯像是打开什么开关一样, 我哥连喝三杯, 我头一次在我哥脸上, 看见那样的神色, 不安, 纠结, 悔恨, 姜直, 大二那年你被退学, 不是我干的, 我知道, 我哥愣了愣, 也是, 以你的脾气, 要知道是我让你退学的, 我能安安稳稳这么多年, 话落, 我哥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喝完, 砰的一声放桌子上, 江奶奶的事, 对不起, 副总这意思, 想让我原谅, 姜直扫了他一眼, 靠在椅背上, 倒也不难, 跪吧, 我愣了愣, 我哥这人性子傲, 从小被宠着长大的, 我爸妈他都没跪过, 我想出去拦, 可想到江椅奶奶的事, 犹豫了, 果然, 我哥瞬间炸毛, 你别欺人太甚,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江椅起身就要走, 我哥一咬牙, 行, 不就是跪吗, 说完膝盖一曲, 静椅朝江椅跪了, 却在最后一刻, 被江椅拦住, 什么意思, 怎么, 每年一次去我奶奶坟前, 又哭又跪没够, 我看见我哥, 脸红成猴子屁股, 我什么时候哭了, 风太大, 说完似反应过来什么, 气急败坏, 你炸我, 江椅唇半勾了勾, 给自己倒了杯酒, 一饮而尽, 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你心意他老人家也看到了, 够了, 我哥眼眶也红了, 很久, 他才开口, 江椅, 我其实没把你当敌人, 一开始, 他们都说, 是我用了超能力, 要校方让你退的学, 我一直等你来问我, 可你没来, 不是你, 我为什么要去问, 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好歹认识两年, 你压根就没把我当兄弟, 江椅悠悠腻了他一眼, 你宁肯待在你那个破车行, 都不肯来帮我, 算了, 都过去了, 你要记恨我, 冲我来, 我就这么一个妹妹, 你要对他好, 知道了, 哥, 傅成瞪大眼, 不可置信地看着江椅, 你, 你喊我什么, 江椅一副看傻子的表情, 拍了拍他肩膀, 我去接叔叔, 晚上回去时, 我问江椅, 你和我哥大学到底怎么了, 你退学又是怎么一回事, 一两句说不清, 打了场价, 传你哥告的状, 不是我帮我哥说话, 他不会的, 江奶奶那事, 我无意间碰见过, 他偷偷去跪过好几次, 又是烧纸, 又是赔礼道歉的, 他其实很愧疚, 江椅失笑, 见到过, 更何况, 他当时并没有看见桌子上的骨灰盒, 无心之失, 当时我在气头上, 也昏了头, 说完顿了片刻, 忽然问我, 还疼吗? 他是怎么做到话题转得那么快的? 还, 还好, 江椅笑了笑, 揉了揉我脑袋, 下次疼和叔父都要告诉我, 那种事, 我希望快乐的不只是我一个, 简直不能听, 我岔开话题,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 那天在酒吧门口吗? 不是, 我趴在他身上, 那你可真随便, 随便捡人回家, 江椅捏着我下巴, 倒打一耙是吧, 我脑袋一歪, 被他孤注, 他身上荷尔蒙气息笼着我, 危险又迷人, 主动一次就告诉你, 我大胆地骑在他身上, 对上他越发炽热深邃的眼睛, 气息渐渐不稳, 江椅记得是大二刚退学那年, 他自暴自弃, 觉得前途渺茫, 待在一家车行, 认识了毛子他们, 整日混得要命, 他那天接待了一个宾利车主, 车主中途有事出去一趟, 回来接车时, 一口咬定车上现金没了, 认定是他偷的, 车行监控有限, 没拍到, 尽管毛子一群人再三替他保证, 不是他拿的, 可没人信, 就连老板也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 江椅啊, 你说你一个被大学退学的人, 能找到一份包吃包住的工作就不错了, 你怎么还犯魂, 快点把钱拿出来还给人家, 赔个罪就完事了, 那会年轻气盛, 受不了委屈也忍不了, 大不了不干了, 大不了闹到警察局, 他摘下布满乌黑汽油的手套, 重重往地上一扔, 老子没拿, 没听清楚吗? 再问一百遍, 我也是这句话, 你简直就是社会败类, 你爹妈怎么生养了你这么个东西, 报警, 我要报警, 没法忍, 拳头先于理智, 却在这时, 有双手拽住他衣角, 声音嫩生生的, 却勇敢无味, 他没拿你钱, 他扭头, 是一个小姑娘, 打扮得漂亮干净, 手里还拿了一台相机, 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小姑娘, 你没证据, 可别乱说, 我有证据, 说完, 小姑娘打开手里相机, 调出一个视频, 举在众人面前, 诺, 我拍了视频的, 完整的, 你们看, 他没有拿, 很长一段视频, 完整地记录下他修理的过程, 尤其他大幅动作时, 不经意露出腰腹, 镜头拉近拉近再拉近, 最后, 定格在他那张被汉禁尸, 也兴实足的脸上, 小姑娘脸全红了, 看都不敢看他, 身板却依旧挺直, 宾利车主被下了面子, 嘴硬, 你俩串通好的吧, 不然好端端的, 你拍他修车干什么, 闲得没事干, 他长得那么帅, 我拍了回家慢慢欣赏不行吗, 就你长那样, 你付钱, 给我拍我都不拍, 他被人冤枉的阴霾心情, 突然一扫而光, 行, 车主一噎, 拉开车门要走, 小姑娘一个剑步拦住, 你还没道歉, 他自己都没开口, 你替他找什么急, 说完暧昧的眼神, 在两人之间打转, 将纸眼神当场冷了下来, 在车主说出难听话之前开口, 要么道歉, 要么去警局, 我完全可以告你, 小姑娘狠上道, 连忙把相机塞他手里, 我给你证据, 行, 最终车主老老实实道了歉, 可老板却怎么都不肯道歉, 哪有老板向员工道歉的, 能干就干, 不能干就滚蛋, 小姑娘还想说什么, 被他妈妈喊住了, 他小跑出去上了车, 连相机都忘了要回, 这台相机被他保存得很好, 很多年后, 他和温叔结婚, 他把相机珍重地送还给他, 他想, 他是他生命里的一束光, 在他最迷茫时, 照亮了他的路, 我和江植结婚后, 我哥跑来我们这儿的次数太多了, 有时候商量项目, 有时候蹭饭, 甚至打游戏都要来, 严重影响我俩二人世界, 傅成, 你没有自己家吗? 我兄弟都没说话, 你哪来这么多意见? 我看向不远处的江植, 江植诞生道, 我以为你会自觉, 没想到你这么不客气, 老实说, 你的确很影响我们夫妻生活, 父生一言不发, 收拾东西麻溜滚蛋, 我总有种哪里不对劲的感觉, 在后来, 江植被对家买热搜黑, 爆出他大学打架, 退学, 换女朋友如衣服的事, 网上骂声一片, 我着急上火, 打算花钱下热搜, 哪想到我哥直接上公司号, 力挺将职, 笑死, 发帖人是不知道我家妹夫, 当初成绩多逆天是吧? 配图, 各学科成绩单, 各种竞赛成绩单, 奖杯, 还没等发酵, 他又注册小号和人兑现, 骂得特别脏, 还被人扒出来吊马了, 后来, 没人黑僵直了, 披天盖地都是讨论这对兄弟的, 不是, 我怎么觉得, 妹妹是意外, 兄弟才是真爱呢? 从没见过副总骂得如此之脏, 居然是为了维护一个男人, 高举副职大旗, 楼上, CP可以冷门, 但不可以邪门, 没看出来, 我哥居然还是僵直的小迷地, 可网上风向全歪了, 我忍住笑, 把手机递到僵直面前, 僵直一一扫过, 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拨通了我哥电话, 妹啊, 有时间上网, 不如找个女朋友, 从认识你就单身, 怎么着, 指望我和叔叔给你养老, 不是僵直你吃火药了, 我刚还帮你和人吵了一架, 僵直挂了电话, 把手机扔到沙发上, 扛着我上楼, 我错了, 我不笑了, 真的我发誓, 晚了, 窗外, 晚风徐徐, 晚风徐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